女大学生身着白色超短裙 脚踩名牌休闲鞋 一双又细又直的大长腿 晃得人心里直荡样 让无数学长虎视眈眈 学妹刚入学第一天 大二历史系的赵坡就盯上了她 主动帮她扛起沉重的行李 爬了999级台阶 累得满身大汗也不在乎 送完正要走的时候 学妹追上了她 拿出纸巾给她擦汗 还给了她100块钱辛苦费 面对学妹的好意她没有拒绝 主动爆出自己的名字和宿舍后 让学妹有事随时找她帮忙 她一定义不容辞 赵坡之所以这么上胆着 是因为她有两个农民工兄弟 他们觉得找女大学生当女朋友有面子 怂恿她也这么干 赵坡为了面子盯上了肤白貌美的学妹 本以为要隔上一段时间才能见到她 没想到这机会来得这么快 游泳客上她因为怕水不敢跳 被同学李英杰一把推下去 差点淹死在游泳池里 为了给她赔罪 李英杰请她去喝咖啡 正好碰到学妹 赵坡家境贫困没来过这种地方 不知道咖啡这么苦 喝了一口就喝不下去了 学妹主动替她解围 说柜台可以加糖 她整整放了两大包进去 想着善解人意的学妹 她脸上不自觉露出了甜蜜的笑容 好兄弟杜永庆又找上她 问她有没有找到女朋友 这不仅关系着赵坡的面子 也代表着她的面子 有一个女大学生做女朋友 对她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事 赵坡想到了学妹 来到图书馆跟她偶遇 看到她在找书 不敢直接上前 来到她对面拿走几本书 假装跟她偶遇 约她一起去看电影 但学妹已已经看过 为由委婉地拒绝了她 赵坡非常难过 但杜永庆的话还在耳边回响 她想起了那天喝咖啡回来的时候 路过的发廊店 里面有个女孩特别漂亮 长得就像大学生 她来到门口 看着她去便利店买东西 迟迟不敢上前搭话 还是甘秀注意到了她 邀请她去店里洗头 刮胡子的时候 俩人的距离非常近 她可以看清她脸上的绒毛 问到她身上的味道 暧昧的气氛在他们身边萦绕 她顺时邀请她出去约会 第二天甘秀打扮得十分清纯动人 活生生就是一个女大学生的样 她带着她去了喝咖啡 问起她的家庭情况 劝她也去考个大学 但甘秀家里有个智障的弟弟 她是家里唯一的智主 这时屋外升起了孔明灯 赵坡也顺时邀请她一起去访 许下了自己的心愿 所有的一切都刚刚好 没几天好兄弟又找上了她 让她赶紧找女大学生谈恋爱 她只能借口谎称已经找到 过几天就带她来见他们 但甘秀是个诚实的人 直接戳破了这个谎言 男人透过破碎的窗户 向屋内看去 竟看到好兄弟 把魔爪伸向了自己的女朋友 与生和女友惨烈的喊叫声 交织在一起 她在原地愣了几秒 非但没有进去进屋救人 而是转身就跑 即便不断传来的求救声 让她停下了脚步 但懦弱的她始终不敢回去 唯有蹲下身双手抱头 静静等着一切过去 直到雨停了她才敢回去 看到好兄弟赤身在门口抽着烟 还对她笑容相想 她忍着怒气静直掠过他们 找到满身狼狈的甘秀 拉着她想带她走 结果被拒绝了 在她的眼里 赵波和她的好兄弟没什么两样 推开她一个劲地往前跑 赵波紧追其后 好兄弟担心他们的情况追了出来 却只有赵波一人 不见甘秀的踪影 他们骑着车翻遍了整座山野一无所获 本来一切都好好的 赵波骗他们说甘秀是大学生的时候 发小杜永庆和叔叔和昌星都非常客气 夸她有气质 还觉得带他们去老居庙求神不合适 甘秀也十分善解人意 说自己要去给家人求个平安 没想到女大学生的身份被揭穿后 所有的一切都变位了 路上甘秀想上厕所 但周围十分荒凉只能在草丛里将就 发小就不怀好意想要去偷看 把她吓得不行 赵波却没什么表示 还是叔叔拦住了发小 让她守点规矩 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雨 把他们淋了个落汤机 不得已只能先找地方躲雨 躲到了一个废弃的屋子 兄弟俩一进来就开始脱衣服 甘秀身上也湿打打的 衣服都贴着身子 曲线也若隐若现 赵波找了个小房间 让她进去把衣服拧干 她刚进去叔叔就跟赵波说 这个发廊妹不行让她赶紧分手 发小却觉得甘秀挺好的 还没等她回应 就听到了甘秀的喊叫 她刚脱下衣服就看见一只癞蛤蟆 吓得大叫连忙呼救 赵波看到她脱了衣服连忙躲到一边 这时发小气哄让他们大胆追爱 她解释说是开玩笑 让她别太在意 看甘秀浑身都湿透了 怕她动胆冒 赵波去找甘柴烧火 想着先把衣服烤干 在屋里找了一圈都没看到 只好跑出去外面找 发小见赵波走了开始动坏心思 跟叔叔对视一眼 看向屋里的甘秀 而赵波还在找甘柴 与太大把木柴都淋湿了 湿木柴根本点不着火 发小见她这么久没回来 又看向甘秀 借口要去上厕所进了礼物 自顾自开始解裤子 而赵波那边好不容易找着木柴了 正准备回来 下楼梯的时候脚突然打滑 滚了下去倒在了水坑里 等她醒来回去的时候 隐隐约约听到了叫喊声 发现他们正在侵犯甘秀 男人推门走进房间 看到的竟是被凌辱的女朋友 惊魂未定的她被吓了一大条 瑟瑟发抖地问 李烟阳们 看着甘秀弱小无助的样子 又想起刚才两位兄弟的禽兽行为 赵波十分心疼 朝女友伸出手想带她离开 没想到对方反应非常激烈 不顾她的阻拦跑了出去 想去告发这些禽兽 欺负她的那俩人还拦她 继续用言语辱骂 赵波冲过去跟兄弟撕打 见甘秀跑远了 连忙推开他们追了上去 她追了很久很久 直到天黑了都没追上 她这样消失了 那天过后赵波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 经常半夜惊醒 第二天上课也不在状态 打瞌睡的时候都会梦见甘秀 突然的尖叫声 把老师和同学吓了一大条 她收拾东西连忙逃离这里 去到甘秀打工的发廊店 老板娘却说那天出去后就一直没回来 她又跑回当初的那个破屋 终于在里屋看见了甘秀 向她道歉承认那天的懦弱无能 甘秀知道她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只是她已经不干净了 没有脸再回去 因为她发狼妹的身份 他们就这么对她 她不想再受这种侮辱 请求赵波帮她告他们替她申冤 但赵波却什么都没有应成 回去的路上她也一直在纠结 一边是女友和道德 一边是兄弟和亲人 她无法取舍 发小和叔叔却突然找上她 问她有没有甘秀的下落 她说出了甘秀的请愿 她要告发他们的罪行 学妹发现她的一样 过去问她什么事 赵波害怕他们也对学妹下毒手 连忙叫她离开 果不其然她一走 叔叔马上就问起了她的情况 还说她比甘秀好多了 毫不顾忌地开着黄色玩笑 见她一脸冷漠还让她不要生气 只是目光还追随着学妹 赵波再也听不下去了 她冲出去跑到警察局 鼓起勇气说出这一切 还提供了发小和叔叔的个人信息 没想到警察却拿出了甘秀溺死的照片 还说她根本没受到侵犯 甘秀在一个星期前就去世了 尸体是在河里打捞上来的 她不敢相信 甘秀分明还活着 就是她让她来报案的 她冲出去找甘秀 但外面什么都没有 一激动晕倒在了地上 医生检查出来 她是小时候受过创伤 原来母亲就是和发狼妹 为了供她上学不得不出卖自己 父亲觉得丢脸一气之下 把她推进河里淹死了 而她也被打晕过去 从那以后她就有了心理阴影 那天其实叔叔和发小没对她做什么 只是用调戏了她一番 逗逗她跟她开了玩笑 没想到赵颇一回来就说甘秀不要脸 还打了她一巴掌 甘秀平白无故受了委屈 伤心地跑了出去 结果被赵颇追上 在俩人的拉扯之中 甘秀突然推开了她 失足了掉下去 看到她在河里求救的样子 赵颇想起了母亲也是这么淹死的 她的记忆又回到了那天 被父亲一棍子敲晕 倒在了地上 甘秀也就这样失去了生命